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在2012年这面勋章却在金门的举光楼被一名陆客给偷走了 还好后来又找回来物归原主 今天我们就要告诉您这面勋章主人他的故事 说到了胡连带兵打仗真的是印证的历史诡谀 来看看这位非常俊俏的将军张灵甫将军 他是胡连在黄埔的同学 当年张灵甫所率领的枕边七十四十人 可以说是蒋介石五大王牌军之首 或在1947年的五月却因为匪爷渗透 在山东孟良湖这一遇遭到共军的陈毅和树玉的围攻而揭灭 胡连一心想要为老同学报仇 两个月之后他在山东的南马遭到共同包围 陈毅和树玉想要就像是消灭张灵甫一般的 将胡连给包围将他揭灭 但是胡连最终在一场大雨当中顺利的突围 他打败了树玉还有陈毅 根据了解毛泽东曾经亲笔通告 所有解放军的高级将领 他说 18军的胡连 脚如虎猛如虎 一吃必吃 一保实力 待机取胜 但是胡连他始终没有让共军等到这个机会 特别是1949年10月 当解放军打算要一鼓作气 血洗金门解放台湾 又是胡连挺身而出 他在古灵头给了解放军迎头痛起 如此一位战风标饼的将军 为什么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面 不曾好好仔细地介绍过他呢 我们来看孜恩记者傅嘉庆 陈志阳的报道 我祖母是那个应该是抱着就是我的父亲 我父亲不是光他刚生出来没多久 然后祖母看了这个东西 意思就是说 能要他好好的 我祖母知道好好地照顾孩子 其实这一战他是没有把握的 面对成千上万的弟兄 胡连都得坚定地说 兄弟们 这一战我们必胜 但对于藏不住喜怒哀乐的家人 征战沙场的老将也只能卸下伪装 这一战其实自己也没把握 就是要好好的 维护家的唯一的孩子 是我的父亲 我父亲是长兄 长子第一个男孩 上战场之前 胡连留下了五封遗书 一封给父母 大意思说 有一个为国捐躯的儿子 您两老足以安慰 另外一封给自己的妻子 说我父女良多 孩子父母就万事拜托了 因为当时遗仓失守 所以石牌要守得住 那石牌如果守不住的话 重庆就已经开始很危机 因为胡连知道 国之存亡就在此一战 那是1943年的5月 中日对峙在长江流域的石牌 国军守得住 重庆就能保 守不住 日军就能沿着长江 一路攻进重庆 石牌它是 它地理环境是 它控制了这个 长江流域的要塞 那一战如果国军守不住 日军就会攻进增加 往常就能向我走 1943年5月27号震合 胡连的千军万马 在千古江水间齐升历史 身为军人 死为军魂 后人世今 意犹惊人之事行 如何坠颜 隔天1943年5月28号 中日抗战中牵动 重庆存亡的颠西会战中 最关键的石牌之战 正式开战 内战也是死守 死守的时候它有受伤 它的受伤的情况是 有一颗子弹好像 就从它的右边这样穿过去 直接冠船过来 石牌大姐重庆保住 她用自己的鲜血 换来了一面青天白日寻找 胡连胡连 名号旧情传牌 石牌大姐两年多后 日本战败投选 国公内战紧接了登场 胡连成为极少数 连毛泽东都曾经亲自民事部下 点名不准和他正面交锋 只能够闪躲的国民党将领 所以毛泽东事后他评价 以及他就公开在很多高级干部层面 说了对胡连的一个评价 那我们就讲得非常简单好了 他就说胡连这个人跟胡连 毛泽东曾经在信中 对部下是这么明示的 他说四八军胡连 脚如虎猛如虎 一躯蔽直 保存实力 待机取胜 不是不怕呢 共产党都打 叫腐力 叫腐力真 为什么叫狐力 灵魂 会布阵 散于用冰 但是这个人呢 像老虎一样 当他布阵布好了 他就要过来把你给吃掉了 所以在南麻之一的 对胡连的重要性是 他在南麻之一 一直到淮海战争 就是我们讲的徐邦会战之间 他没有再碰到 大规模的跟共军之间的战争 因为共军所有正规兵盘 看到他就病 但再怎么避开 终究要一决胜负 1947年7月 胡连和共军将领 陈毅素玉 在山东南麻遭遇了 陈毅素玉这两位共军大将 设下了口袋阵地 打算一举歼灭 胡连部队 他用他数倍的比例 去包围一部分的比例 把你吃光以后 他再吃另外一部分 他就像老鼠啃 一口一口的啃 最后把你啃到核心去了 他避免跟你正面的决战 1947年7月15号下午 陈毅和素玉 对胡连发动的攻击 胡连部队 在被包围的态势中 展开了反击 胡连被包围 胡连竟然被包围 此情此景 胡连怎能不敢态呢 因为就在两个多月前 他在黄埔军校的同期同学 张领甫将军 不也是面临这样子的处境呢 现在共军马上就要发起总攻了 我们的处境已经非常困难 已经非常困难了 1947年5月 蒋介石的五大王牌军之首 张领甫将军 接到了国防部下达的命令 将最精良的机械化部队 拉到了山东孟良谷的山顶 张领甫以自己当作诱饵 希望诱敌来攻 再由其他的同袍 反包围共军一举之上 怎么 张市长 我的队伍还没到吗 但张领甫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那些说好要来反包围共军同袍们 有的不是匪谍 有的就是派系斗争 生怕自己损兵折将 想要保留实力 故意不救 真正面我七十四师的 是我们自己人 是友军 是我们的同僚啊 卫士拉了枪 他不敢开啊 然后张领甫将军 最后一句话是 这是命令 不敢开 最后一句话 你要不要我给你写一张条子 条子我就证明 命令你会有的 最后一句 卫士开枪 最后张领甫阵争 成了如今台北中列次先列的第一员 一天员打了个电报给蒋总统 就说他预备成人了 第二呢 他就自己亲笔写了封信给我 他说 绝成人 上报国家于林秀 下达人民与部署 老父来今 未见 统吉 旺盛带子 幼子 旺阳柔子 于您无耻 金云决意 张领甫阵是胡连的同学 两人都是黄埔四起 张领甫阵争亡后两个月 胡连和张领甫一样 在南麻遭遇了共军的包围 因为张领甫当时在孟良谷被歼灭 这对于国军的士气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创伤 因为他是国军的王牌军 那当时他所遭遇的 就是陈毅的野战军 而包围他的就是两个月前 围攻张领甫的过军将领 陈毅的事 胡连当然想为老同学 保一箭之城 而且这个战争在南麻 双方都是持久做战 但是胡连是相当会用军队 所以他会包围反包围 包围反包围 终究是神也不让神 胡连他该如何图为呢 胡连和重将几天 希望老天保佑 说来也巧 在胡连几天之后天下大 而且一下子西边西边 胜负在这场大雨之后 终于一变一变 当然后来在战史上说 是因为有经过大雨 整个解放军被大雨所摧残 但是我们也可以想一想 就是那同样国军也承受大雨 从这边可以反映出 胡连的指挥的手段 是非常的灵敏 可能跟他的肃敏一样 肃域是差不多的 因为当时肃域就参加了木娘故之一 肃域是非常可怕的一个解放军的将领 他就是初期制胜 那从这边的南麻之一 我们看得出来 胡连也有个特色 也是初期制胜 南麻这一仗 以结果来说 胡连打胜 两个月前战胜张领虎的诚意很素 两个月之后 从了胡连的手下来将 但这算是为老同学张领虎暴力 胡连怎会不想到 张领虎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这样子的胜利 岂能撑上喜悦 何况上次他们谁杀了张领虎 下一个要杀谁 1948年底 国民党的皇帝兵团被共军围困在安徽的双堆集 当时皇帝有12万兵力 至于包围他的诚意和术运 加上刘伯成一共有28万人 那个时候蒋介石有一道吉令下来 因为胡连正在上海为复兴手上 蒋介石命他立刻坐上飞机 那么据说胡连当时是用大棉被裹住身体做防护 就这样直接空投在双堆集 在枪林弹雨当中 胡连尽管是骁勇善战逐智多磨 但是自己人里头出了个内鬼 这种仗怎么可能打得赢呢 这个内鬼是谁呢 来看看 这个内鬼是谁呢 廖运舟 廖运舟出身皇埔军校第五期 他是胡连和皇帝的学弟 当时他建议皇帝你要更改你的突围计划 由他自己来当作先锋杀出一条血路 表面看起来身先士组多么令人感动 但是像这一位心怀鬼胎 他有头共死相事实上胡连早就看得出来了 但是皇帝认为这个皇帝学弟是不可能背叛国家的 于是1948年11月27号 廖运舟他就率领了一一师 五千多个人展开了初围 和他早就已经心照不逊的共军呢 刻意放弃让他陪他通过 不知情的皇帝部队还以为廖运舟已经初围成功了 他迅速的跟进 结果下场就是掉进了共军所固制好的孔带战术 皇帝遭到了俘虏 只有胡连幸运的脱困 国民党在双堆积之战大败 牵动到后来整个徐瓣会战的大挫败 我们继续来看资论记者傅嘉庆 陈志阳的报道 黄司令 我认真想了想 以四个师齐头并进的普遍方案 我个人认为不如用三个师号 这一幕乍看之下多么忠心耿耿啊 身为下属的国民党一一林师师长廖运舟 为他的长官黄维司令献策 如何冲出包围 但可怕的是献策的廖运中 其实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啊 1948年11月 国民党黄维兵环遭到围困在双堆积 这是国共内战当中著名的 徐瓣会战里的双堆积之战 因为胡连富商住在上海医院 那政治很危机了 蒋介石派还在为父亲守伤的胡连 担任副司令 空降双堆积和司令黄维并肩作战 1948年11月26号 黄维原本计划集中四个师 全力地从共军包围较入了东南方突围 天天廖运州临阵力劝黄维改变计划 还数次地起战 想由自己领军当先锋率先的突围 胡连力劝黄维千万不要才信 现在四只能否突围成功尚且不知 变成三只 立败无疑 但黄维就是不相信和他同样是黄埔出身的 廖运州会做出如此对不起国家的事情 不会 廖市长和你我一样 都是黄埔出身 其他人有可能造反 他廖运州不会也不可能 1948年11月27号 廖运州率领所属的国民党第110是五千多人 以突围作为掩护 分成四路重队前进 和他早已心照不宣的共军 便放他和部队同行 沿途还插了高粱杆 作为行进路标 而且他还让我们所有的官兵 一律在左臂上 扎上白布条 实际上廖运州并不需要突围 因为他其实根本没有被包围 他是直接投贡的 接下来通过大陆中央电视台 所拍摄的这出连续剧 从里头的画面配乐 更能够感受到 共刺这两个字究竟是怎么写的 真是大团圆 此时此刻被蒙在鼓里的黄维 还以为廖运州已经突围成功 即令其他部队跟进 若不知反而掉进了共军的口袋战术里 遭到猛烈的攻击 1948年12月12号 共军将领刘伯承 陈毅给黄维下了详书 黄维拒绝投降 企图冲出封锁线 当时胡年告诉黄维 请黄维上战车去突围 黄维不愿意走 他说他要跟剩下走不动的弟兄共存王的意气 然后他就要胡年跟杨伯涛走 南京是国民党的大本颜 延安则是共产党的大本颜 如果你是一个国民党的将领 你是会往南京逃 还是往延安逃呢 当然黄维将军他开个姓氏坦克 往南京逃 但他是开了一颗坦克 往延安逃 选择南京的黄维最终遭到了俘虏 历经了劳改 1989年病逝于北京 而至于选择往延安逃到胡连呢 他始终大飞战失败以后 胡连 建了一个建签连的连统 叫港医 所以他车子以后他就出来 出来的你走到公路上 公路上你托了中共的部队 同一个路线走 中共没有发现他 他就会说 胡连这个人要担着要担 结果又发生 不对啊 为什么这个人奇怪呢 又开枪把他打 又打到那个脸部 脸部的树上一侧 结果两个走 杨波涛的战车被击毁 他被俘虏 那胡连的战车也被摧毁 身受重伤 树上一侯又在开 结果走走又在走 走到呢 开刀死猪了 这刀死猪中共事物发生 又发生了 他就用基杆枪打打锥 他又跌到 到了死猪那里 将威国的部队 战车营都在那个地方 就好去解了胡连 胡连再逃出 只要胡连最终负伤脱困 1948年12月15号 黄维兵团遭到歼灭 双堆极之战 国民党大败羞 我在黄埔时期 有一个学生叫廖映舟 他遵照党的指示 长期隐蔽在国民党的军队里 廖映舟投共 让双堆极这一仗 输在起跑点 注定大败的结果 110市市长廖映舟 觐见黄司令长官 而在这一败之前 国民党黄百涛兵团 已经在碾庄鱼 遭到了歼灭 双堆极再败 更导致之后 陈关庄之战也战败了 牵动了整个徐邦会战 屡战屡战屡败 昨天我的部下 看见廖映舟的副官 悄悄出城 不知去想 我敢肯定 他是跟共军接头去了 但国民党出动了 55万大军投入了徐邦会战 蒋介石几乎把手中的 王牌军全都发出去了 为何最终 他得到了一张死牌呢 国防部第三厅的厅上 叫做郭如淮 那国防部第三厅就是管作战 他是匪迪 经常就把我们的兵团 调来调去 那明明前面是解放军的一个口袋战术 我们不能过去 他就把我们的主力部队调过去 就陷入包围 所以说等于是 我们出动任何部队 然后都是虚虚实实 我们完全都掌握不了 然后共产党却对我军的虚实是很清楚的 他好像已经有一个预言 可是他不得不去那边 知道是一个送死 但是还是去了 但是他好像又没有那么宿命 所以王威为什么往南边南京选 他往北方延安选 因为一般人想说延安怎么可能 是共产党的一个 那个地方谁敢去 他敢 他就是逆向思考 所以为什么 毛泽东都有点害怕他的 他的一种 他的想法 就是说这个人太难 太难防了 你不知道 又有时候有人讲说 狐连狐连跟狐狸一样 逆向思考 不按牌理出牌 最危险的地方其实最安全 孙子在讲 原来狐连都有在听 里面是放了一些什么书 是 因为狐连将军是一个卤将 所以他生前 对于他所收藏的文史地理的藏书 非常多 在金门大学这间不对外开放的纪念馆 收藏了狐连生前阅读过的所有的书籍 走进来看 或许可以感受到 狐连狐连 挥剑只用了瞬间 但他练剑却是练了一辈子的时间 这是他亲所写的 是原本的现状书 上千本的藏书中 可以归纳为历史战争这两大类的书籍 每一本几乎都已经泛黄 甚至被重铸了 打开一看 竟是翻过了痕迹 亲笔写过的笔迹 那么这里面这个柜子 这个柜子里面都是 福年将军当时 他当年司令官的时候 重要的一些史料 在这张写着比我太适途地图上 有一个台湾岛 全岛北中南东都做了记号 中部地区用红笔写了这一段文字 上头说 此面敌人顽强抵抗 是考虑避免兵力损耗 以致未能得以重大打击 比我太适要途 是 这个是台湾地图 所以当时他有亲自用手稿写 这是哪一场真实作战的太适途 还是哪一次演习的模拟图 这有待考虑 但可以看得出的是 胡连他读书千日 不就在等待时机成熟 一声令下大喊冲啊 胡连将军和他能够吃胜仗 是他完全不听中央的情报 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七七 在关键的时候 黄埔精神同在 他按照他自己的判断力 如果你按照中央情报 几乎都是打败仗 有你们110师 先行动打先锋 如果近战得手 其他时可迅速跟进 扩大战果 是 所以为什么他是逆向思考 他按照自己的判断 那我从他晚年可以看得出来 他看孙子兵法 他很多这种内心的这种 那为什么毛泽东会讲他 无理 共军给您送来一份 促皇为立即投降术 撕掉 撕掉 立刻给我撕掉 但一个将领 一个小兵 难道在冲锋陷阵之前 老早已经被掌握在股场之间了吗 再听一次胡连的孙子 是如何述说自己的爷爷 当年能够制胜的道理 胡连将军他能够吃胜仗 他完全不听中央的情报 将在外 军令如果照单全收 必死无疑 叫你往东 千万要往西 这难道就是胡适的制胜兵法吗 谁叫1949的国民党 既是派系斗争 又是匪谍渗透的 胡连怎会不知道 他的老同学张领辅 就是死在自己的人手里 他们也落井下石 电死不救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 对一个军人来说 死在敌人的手里 叫做牺牲 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叫做往生 往死一生 历史的诡诀 到了1949年10月 印证了胜败无常就四个字 1948年底 共军的将领 陈一汉术宇 把黄维和胡连的兵团 歼灭在双堆极 只有胡连一个人顺利脱困 这个连毛泽东 都感到害怕了 国民党的将领还活着 共军当然是急欲处置而后快 1949年 国民党大事已定 撤退来来 而胡连呢 胡连人在哪 陈一汉术宇所掌握到的情报是 胡连虽然担任 金防部的司令 但是他人在潮州 还有善独一带 而金门只有零星的部队驻防 拿下金门 金而易举 很显然的 他们可以忘心 完完全全忘了 毛泽东当初的叮咛 我们继续来看 《资认记者》 附家庆 陈一汉朗的报道 共军的弟兄们 不要再做无意的牺牲 放下武器 古灵头大战 共军大会般 但当时共军事无所谨 把蒋介石逼掉了台湾 一支能够把国民党大军 从大陆逼到海的另外一端的军队 为什么会败在一座金门小岛上 撤防金门的部队是什么人呢 他们其中一部分 就是几个月前才在双堆极之战 遭到共军歼灭黄维和胡连部队 生还的手下败将 当时从双堆极能够测下来的 黄维兵团的战车 可以说没有超过三辆以上 是完整的 剩下的这些残兵败将 他们在1949年 就是民国38年的1月 他们来到了上海 这些在双堆极大战当中 差一点死在共军炮火中的 残兵败将们 被历史的洪流先冲到了上海 结果他们到了上海以后 他们就接收了美军在二战 在菲律宾的丛林里面 打日本人的那个战车 可是因为这些战车 是美军报废的 所以有的时候 那个炮塔 炮管 跟车身是分开的 所以他们有的时候 只好拿那个铁链 或是麻绳 把一些炮给捆住 然后就是这一群 破铜烂铁就憨不隆隆 就运到台湾来了 破铜烂铁的战车 一如自己是个残兵败将 哪管得着历史洪流 下一站究竟要把自己冲到哪 他们是一月份接收 然后在民国三十八年的三月 就运到基隆去了 然后再到彰化去整理 然后尽量地就是汉街等等 然后到了1949年八月下旬 这支原本在双堆级的战车兵团 就开到金门去了 打到现在就根本都 天要黑了嘛 这一段时间嘛 四个猫下这东西封杀 金门 这里是哪里啊 我到底在哪里 故乡的母亲可知我还活着呀 但母亲在哪儿 她听得到吗 那墙 背包啊 都下来以后都 都上山 住在上山 东西什么村我们都不知道 妈在哪儿 家在哪儿 历史根本没有给温世忠 那样子多愁善感的时间 1949年10月24号的晚上 当温世忠刚刚踏上金门的土地 排长 好奇怪 今天夜里一点声音都没 静得可怕 觉都还没睡 几个小时之后 1949年10月25号 凌晨两点时分 共军对这一群才民败将 再开一枪 那是古林口大战的第一声枪响 共军从厦门万团齐发 企图从金门的中央龙口登陆 想要把金门一刀切成两半 但10月天东北激风四面 船只被风吹偏了航道 被吹到了金门西北角的古林口 那些船夫 他们家里已经受过 这个老公的一个迫害了 所以他知道大概四十几分钟以后 这个会起风 所以他上开始离岸的时候 就在那里磨蹭 磨蹭 磨蹭到海上了 果然那个风来了 你能从海快点 我都是用手摇的 海快点就风大 你在海上的时间越长 被牵灭的可能性越大 而在古林口的海边 谁在那里等着共军呢 在古林口的海边 有一辆白天演习时抛锚的战车 和另外赶来支援的紧牌战车 有情况 赶快上车 在古林口海边的战车 就刚好抛锚在抢滩登陆的支援点上 刚好成了一座炮台 对抢滩的共军展开痛起 此时此刻担任金门司令的古林 人才刚到基隆 接到了金门开战的消息 他立刻直奔金门 古林 这位被毛泽东点名 不准正面迎战的国民党将领 在双堆极之战当中顺利地逃脱 如今人到了金门 这消息对共军来说 该说有点震撼吗 还是说完全地出乎意料之外呢 当时国防部的清策上是 记载胡联的兵团是两个军 实际上他已经扩充到三个军 然后他的两个军是布防在 曹州跟山田 他的一个军已经调到金门来了 在共军的情报里 胡联就算到了台湾 他的部队也不会在金门 因为1949年国民党内到处都是北京 他们的消息绝对准确 当时共军在厦门是洋洋的 当时国军失了厦门以后 等于是几乎是万念俱灰 觉得整个东南沿海都完蛋了 所以他们在趾高气昂之际 他们觉得金门大概只有几个团 是很容易歼灭的 金门不过是个小岛 总共部队才万八人 所以当时共军整个判断错误 因为业被他们认为 金门的守军就几个团而已 而且都是残兵败将 当时最会打仗的胡联 还在曹州跟山头 所以他的部队没有过来 所以我们赶快登陆 就可以阻止胡联的 结果没想到胡联的十八军 早就已经过来了 但共军没想到的是 那群残兵败将 部分已经驻防金门 过去成也情报 后来败也情报 他可以掌握国军 当时在国防部 跟参谋本部的情报 可是他掌握不了金门的情报 因为金门跟厦门之间隔得大很 而且当时因为 部队的调动很频繁 所以他在刚刚攻克厦门之后 他对金门提示 他完全不了解 那当时他一直以为 就是我们用八个团的优势兵力 到金门就一定赢了 而且金门还有些就是 刚刚整编的青年军 还有一些厦门撤退过来 那个福建的那个守备部队 他们觉得这种部队 不具有作战之能力 没想到十八军已经来了 而且他们也没有计算到 当时在双堆级 黄围兵团那些战车的老手 来了 老手回来了 历史把共军的手下败将 冲到了上海 冲到了台湾 冲到了金门 再次地用枪管 指着彼此的脑袋 解放军登陆搁浅在沙滩上的船只 很多毁于我们的空军 剩下的船只 就被这些战车全部毁灭 所以当时在厦门那一端的 的叶飞兵团所有要增援的军队 通通增援过来 因为一艘船都回不去 昨天的手下败将就在等着明天 一举反戴不胜 他们曾经是残兵 但他们绝对不是败将 历史造化弄 在民国三十八年的音乐 他们全毁 到了民国三十八年的 十月二十五号之后 他们创下了古龄头大军 而且他们摧毁了 共军的所有团 而且所有的团长 都是当时常镇将军 叶飞 辖下的所谓英雄团 没有一个团长 活着回去 这些战车的车长 就是资深的士官 和连长相 头长 他们都是带着 王子副头绩的胜利 因为他们后来 在整个古龄头之域 他们是大快下屁 带着王子副头般的愤怒 心仇旧恨 一次算个够吧 他们把共军残存的兵力 逼到了段落 彻底殲灭 十月以后来了 有一个月 有一次多个月 到了古龄头 风吹要到古龄头 来海边 给我们包围 他们你要投下 你不投下 我从来把你杀掉 你没有船 你要回去了 整个人形也有天意 他们说因为想到 双堆极的悲愤 他说想到他们的兄弟 他们的同学 他们家乡出来的哥们 那种尸体 被解放军打烂掉 或是在战侧里面燃烧 所以我只想说 战争是非常的残酷 古龄头大战 从抢安登陆 到村庄巷 遇阶56个小时 大背 李兰鲁是盘头大汗 脸上那个紧张 到第二天 哇 看 那个 那个 有说有说 我就远远地在那里看看 那个球的时候 想外去买一包烟 反正是做这种事 第一天打赢了所有的士气 就那个 所有的军官 哇 我这一年都没有赢过 我这下 所以我总赢了一下 你还敢来 跟我说 团队 杀 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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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群双规级之战 乃至于整个 徐帕会战当中 共军手下的 残丁败将 在海的另外一端 在一座小岛上 证明自己 昨天曾是残丁 但绝对不是 历史洪流里的败将 如果我先去 如果我先去 你送我一副什么碗脸 嗯 你怎么忽然来这么一句啊 有备无患呢 有了 古宁头上 英雄用武 泰晤山下 烈士安宁 古宁头大解后八年 1958年的8月23号 共军再度的进犯金门 以47万的炮弹 炮击了金门整整40天 幅连 此时仍是金门司令官 有了古宁头的经验 过去八年来 密集地建设防御设施 打造了一座地下金门 幅连将决决定了一个政策 就是人打不如人哀 所以后来我们哀过 是打成功的 这是823炮战 可以说也是幅连将决 另外一次战役的成功 被疯狂炮击了40天 金门竟然挺住了 五十四年后 在金门太武山公墓 有一群从台南特地赶来的老兵们 他们特地来看看 自己席域的弟兄们 就是在民国六十六年 端午节的时候 画一图一样 他画双背纸 等于说这三面夹杀 他就是在这个地方 对 他要突围 轰轰烈烈的国共内战 胡连曾经在双堆极战败 之后辅宁头823反败为胜 胡连想跟孙子说些什么呢 你看你看 这个地方啊 这个样子 那个样子 好像命中注定 国俊就会死 被死现在这个地方 他好像已经有一个预言 可是他不得不去那边 知道是一个送死 但他就去了 爷爷为何预言幼稚 那个时候十一岁的胡敏玥 还不懂得追问 无奈一年过后 爷爷就过世了 他们都带有遗憾 他们在五岩梦回的时候 会不会还在想象 他自己如果能够重新打一场 的习邦会战 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所有国军将军 谁不期盼能够打得起 这个梦终究 随着国境局势的变化 但是我还是很羡慕 成年将军 因为古灵头之意 他保住了他们 他保住了今天我们生存的价值 跟坚言的对象 我觉得就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 就不输给 徐邦会战 因为他在今晚 他可能打下了另外一个 国民党的徐邦会战 轰轰轰烈烈烈的国库内战 堂堂犹如双腿 犹如骨灵头 犹如发散 不曾参与的后人 看见了淳于战 而亲身参与其中的人 却看见了淳于战 谁有淳 谁却已不散 吴连他虽然说战功标饼 但是越会打仗的将领 是越有自己的个性的 这张照片是蒋经国 和吴连的合照 当年蒋经国据说他要新门去 吴连可是连接机都不去了 你看他多有个性 所以后来他在台湾的教科书上面 几乎不曾提到他的名字 也许就不是那么难理解了 事实上很多狐连部下的官运 都比他自己好 狐连最终只做到了越南大使 追加陆军四星一级上下 但是一个将领 他的风范不是在他的肩膀上面 有几个星星 他的胸前有多少顺张 而是在每个人的心里 到了今门 你就随便问一问 谁不晓得狐连 谁不怀恋狐连 据说狐连在过日之前 曾经交代他的后人 要把他的骨灰 洒在大小金门之间的海面 他要永永远远地 守住这一片海鞋 我们继续来看 斯文记者 陆家庆 陈志阳的报道 1977年6月22号 胡连过世的消息震撼了金门 因为对于金门人来说 胡连不只是一位司令官 1949国民党大客区 一夜之间突然来了一堆军员 刚开始对金门百姓而言 是很害怕的 我妈妈就要求说 你制造这个大厅留给我们自己用 可是那些阿兵哥就是不行就很凶 我那个很小的笑话 因为我们那个活桌前面有一个玻璃杯 他就拿起来就地上一砸 我就觉得哇 这些阿兵哥怎么这样子的阿爸 这样就占了民宅这样 那时候我就想到 这样子长大我也要去 我一直当阿兵哥这样子 我怎么样去把这个 把这个怎么想 就当初受了这样的一个屈辱 怎么样去把他要回来 当然随着这个时间的流失 比如说胡连将军至今也很远景 比如说不拿一针一线 或者是不会人家的龙作物 不要去践踏等等 军民关系逐渐改善 百姓们都看在眼里 他们看到的 不只是一位高高在上的司令官 比如说金门高中的中正堂 在盖的过程 胡志光教授 他也跟他爸爸一起回去扛石头 那金门哪里有什么车子 胡将军就会要求 胡司令官要求说 你碰到老百姓需要搭车 只要你有招手跟他拦车 都会下来让我们 乘坐这样子 说到了胡连 金门民众人人都想挑战 说出了一堆相同的故事 因为胡连真正做到 所谓的苦民所苦 给我集团结婚 给他请客 那个车子过去 对车子给我们 部队们支援他 做信仰车 信仰票 你生活小孩过去六百块 六百块钱里面很大老 而且你曾经只在五十块 十一住行欲乐 战后金门百废待去 胡连就让百废接去 如今金门重要的财政来源 金门酒厂 也是当年胡连鼓励百姓们 种高粱来换大米 所发展出来的产业 但在金门 却没有胡连路 没有胡连公园 老伯村先生在当行政院院长的时候 他觉得胡连将军对金门公园实在太大了 才把中央公路 胡连将军铺的这条路 改名为国御路 别称国校 往南国校 他是十张的名字 你一坐 那名字是往这个 你看 你看胡连他都不知名 不知给你们 在金门泰武山公墓的入口 这座牌匾正面还是蒋中正题字 背面才看得到胡连两个字 只有在藏满将士的公墓里 司令官总要留下一篇追悼文 对老同袍们聊表敬意 我每次说你来金门当过兵 或者是来金门这边住守国 我觉得都是金门的英雄 因为这个岛因为你们的守护 我们才有这么好的环境 当时的胡连将军不是一个人 而是内勤人 内勤胡连将士所带领内勤人的 一个集合的名词 有那些众多的一个胡连 那么当时牺牲生命 才奠定了今天的金门的 这个保卫了在自由世界的国土里面 他的遗嘱上说 他要先火葬 火葬之后他的骨灰要放在 这个水桶马里面上 他说即使他死了 他的魂还要镇守 青年白日勋章象征军人的荣誉 209人受训 但奉死的是其中超过一成 最后都投效中共 当年那些在战场上面 被杀得血肉模糊的阵亡将士们 有些人连名字都没有 更别提国家会的班这一面 巡章给他们 但他们都对得起 心中那一面 青年白日 感谢你今天的收看 我说没想 我们再会儿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